北约下场,荷兰首相皆是残酷现实 乌克兰唯一顺路获在于中国 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 随着俄军在正面战场上获得这个战果是越来越大 那么乌克兰方面加入北约的想法也越来越迫切了 那么对于这个呢,荷兰首相吕特就想了一个法子 那就是让这个乌克兰折中的加入北约 在吕特看来呢,只要战争还在继续 那乌克兰就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希望 但是呢,北约可以向欧盟学习啊 采取一个中间路线 在不给予乌克兰成员国身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在其他地方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老实说呢,荷兰首相这么一搞呢 泽兰斯基啊,恐怕是要彻底的戒眼了 什么叫折中啊 是荷兰首相对乌克兰的需要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呢 还是北约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 乌克兰之所以要加入北约 关键就在于这个泽兰斯基政府是想让北约下场了 来保护自己 所以呢,对于乌克兰来说 再加入北约这件事情上是没有所谓的折中方案的 如果荷兰这样的北约成员国再这样糊弄下去 那最后的结果就不是折中了 而是折污了 虽然这个冲突爆发之后呢 北约各国就不遗余力的向乌克兰提供 包括这个情报信息啊 各式武器在内的各种帮助 德国和法国呢 前不久还和乌克兰签署了这个安全保障协议 但是这些对于泽兰斯基政府来说 是真的关键所在吗 不是 无论是武器援助还是这个安全保障协议 现在都不太可能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不然呢 乌军也不会在正面战场上一退再退 退到连这个阿富杰耶夫卡都守不住了 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 唯一能够战胜俄罗斯的手段 就是让北约来亲自下场 那么结果这个荷兰首相现在来一句 只有战争结束 乌克兰才有加入北约的可能 可是现实却是 乌克兰要是能够战胜俄罗斯 那他还干嘛加入北约呢 很明显啊 在乌克兰危机中 北约如今已经是彻底的露出这面目了 那就是他们从来啊 都没有准备让乌克兰加入过 更是没有想过要亲自下场 总的来说呢 作为下一任这个北约秘书长 有力的竞争者吕特 这次直接戳破了泽连斯基 加入北约的一个幻想 那其中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俄乌之战一天不结束 那北约呢 就一天不会同意乌克兰的加入申请 如果北约同意了啊 那这个共同防卫条约就会被处罚 北约就会卷入到与俄罗斯的正面战争当中 那么不同意啊 给一点钱援助一点武器就可以了 这里面孰亲孰众 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都分得清楚 那么泽连斯基现在唯一能做的啊 或许就是利用这次被放弃的机会 继续向西方国家来祈祷 呼吁他们呢 在经济或者是这个军事方面 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援助 然后在战场上拖下去 拖到最后呢 再来和俄罗斯就停火问题进行一个谈判 毕竟这场战争再打下去也毫无意义了 那么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